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民币25元 车程约40分钟 也可以在机场直接打车到湖北水镇 车子约人民币300多起跳 相当便宜 且能节省许多转成的时间 到湖北水镇 每人人民币48元 这边是不能用电子支付也不着理 记得要自备领钱 湖北水镇位在北京市和成德市中间 虽然也是北京门牌 但距离有130公里 巴士在京城高速公路上行驶了近两个小时 实在是幅圆辽阔 沿途看得出再大规模的造林 也有类似扁薄的小棵块木整片种植 和寄存印象里北方的大漠荒野不同 林木要比想象中的茂盛许多 大众运输到湖北水镇的三条路径 预计搭乘后天下午50的回程班车 湖北水镇划分为六区三谷 红字标示的有民国街区 旅客服务中心 水街风景区 民俗文化区 以及坦克古寨区 狮子桥上的狮子每只样貌都不同 在山势临寻的司马台长城当背景下 做旧功力了得的北方水箱 有着北方苍茫浑厚的历史感 住宿的酒店客栈若在园区内 有包含入园门票 即可搭乘各种园区车 但民国街区属于区外需自费 因此选择园区内的住宿会便宜许多 前方的门楼也是游客服务中心的入口 古北水箱区内有数十间规模价格不一的酒店客栈 全在这里统一办理入住 景区面积有900公顷 约是35个台北大安森林公园的概念 规格和气度都是很高档的旅游度假区 我们在这里安排了三天两夜的停留 踏出这道门就正式进入了景区 司马台长城是中国长城之最 巴上方即为水街风情区边雨 我们到达时间是10月中旬 离赏丘全盛旗尚有十来天 但变色的爬桥湖和少许的红叶依然很美 古北之光酒店紧离着汤河古寨区 为之便利离长城入口处也近 设施齐全且拥有300多个房间 是景区最大的度假酒店 令人意外的是古北水镇也是个温泉乡 有几个住宿区有温泉浴场 古北之光也富有无边际泳池和温泉SPA 能让旅途静静地放松享受惬意 整体空间是历史与现代共生的新中式风格 地毯也融入了长城的山能线元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到酒店旁的滩河谷寨区找晚餐吃 看了一下大众点评不差就进去 运气很好过了河边最棒的位置 据说水镇的总设计师是无证旅游的老板 夜幕低垂岸边摇曳的垂流 水上滑荡的调味 让我有身在江南水乡的错觉 分了很多超粗宝贝餐 水镇的景区范围很大 三天两夜的行程 大致上也是作马看花 除了许多只得一看的几点 且假日河边举办的活动外 明日也有三十多种各类型的精彩节目 其中无人机表演每晚皆有两场 我们第三天才得知因而错过 街上的建筑做就如旧 不管木材结构 青砖古道 温然一体带有岁月斑驳痕迹感 仿佛时光回到了明清时期 天街夜色凉如水 北国秋夜七度的气温 让人越走越冷 跟着前方的人流凑热闹 走到了一处人群聚集的广场 原来是水舞和灯光秀的表演 这个表演很不错 灯光解析度和水舞都精彩 剪了几对片当本集的结尾 下居下的流程 在下居中 去下居中 我们可以去下居中 儿子 来 我们好 中间的地球 天山 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